Hello,大家好,我是承鄞,然后今天给大家拍一个关于高速公路的这么一个视频,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西湾新区,当然原来它曾经属于高阳,属于是高阳县龙化镇,龙化镶吧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,这现在有一个高压的立交桥 这个属于哪里呢,应该是属于金石高速,从天津通石家庄这么一条高速公路 应该是从16年还是17年开始动工的,到现在已经修了两年多了 预计2020年,也就是明年下半年将要全线贯通 这条交通要道是,可以说是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条高速公路 而且是为了助力雄安呢,修的是非常的迫切 大家看到没有,正在热火长天的修这个高架桥 希望这条高速公路尽快修好吧 修成之后,对雄安新区,对周围的经济呢,应该是一个促进作用 但是呢,这个高速公路我有点疑问 最起码在我了解的现在呢,它在仁秋市有两个出口 高阳市有一个出口,宝定市也有出口 但是呢,现在已经划到雄安新区的龙化这儿呢,它并没有出口 哎,真的这点让我有点费解 可能以后这儿可能得需要增建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,能看到上面的字 这是成都花川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呈建的 这么一座高速公路的立交桥 好了,我是成一 然后呢,咱们